我们继续跟白道满小姐来讨论最近的北韩情势 白小姐这个劳动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 他已经到了美国了 马上可能要跟国务卿蓬佩欧两边来最后敲定 据说时间是在2月中旬的第二次高峰会 那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些准备 大家最好奇的会是在哪里 现在日前有传出日本媒体传出可能在越南 你觉得这个消息可不可信 你觉得其他的地点是不是已经排除就是会在越南 好 像这次第二次的 因为本来去年要开结果没有 就像金正恩本来说去年我会去一趟首尔 结果还是没去成 所以有些东西他也蛮急的 所以金正恩其实已经写给亲笔信给川普第六次 这次已经是第六次所以川普常常会在那种媒体前面公开场合就说 我收到一个非常棒的一封信什么金正恩是怎么样的了不起了他会讲这个 那因为金正恩从这个态度可以看得出来其实金正恩一定有什么东西很急 他很急我相信是跟那个经济制裁是有关系的 那刚刚提到就说这一次如果第二次高峰会会有什么样子的比较注意的一点 一个就是场合在哪里就是其实选择地点是很重要的你这个地点能不能给你配合这么高 而且这两个人算是一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领袖 另外一个是曾经让人家会蛮头大的一个人 所以虽然现在两个都头大我的感觉 那但是这两个人要在同一个地点 那全世界的焦点媒体应该都会在那里 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曾经六月十二号已经都谈过了 新加坡都已经签了那你还要干嘛呢 你只要去执行就好了 所以说我们应该是一个是看地点 一个是这一次他们协议会有什么样的协议 会签什么 所以一个地点就是你讲的这个媒体的一些猜测 这包括越南以外 曾经去年这个很热络的蒙古又出来过一次 那另外讲到夏威夷这样 他曾经说那个他可以他的飞弹可以跑到这个夏威夷的 那还有印尼也在里面 那这几个就是选择就是除了夏威夷以外 就是美国的这个属地以外 大概就是跟北韩都有一点交情 我认为是这样 那其中就是越南的可能性已经浮上台面 我觉得他已经是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就是说这么多里面 他应该至少占百分之五十一 应该就是他的感觉 那我的感觉是因为越南有所谓的越南模式 我们现在南向政策也一样 我们的据点都会放在越南 然后越南曾经一度就是美国也参战 什么就是两边打来打去 那后来还是以这个红色的这个越共为主的 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就是他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现在的中国大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 那他们两个都有在经济上有发展 那可是他的发展模式就是感觉上就是不一样 就是像现在的西方也是大概就比较 比较会怕跟大陆的一些 就是比较怕大陆更大 所以呢就是可能都往那个东南亚 这边这个发展 所以越南的这个发展 也许是一种某种的一种讯息给金正恩 对就是说你如果不走这个中国式的模式 那你可以试试看越南式的模式 我觉得这多少有一点那种意义在吧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样6月12号签的时候 当时我们都非常的惊艳嘛 就包括4月份的在板门店的这个文在寅跟金正恩 这个觉得说哇金正恩原来这么可和蔼可亲 就一下子非常多的人对他有好感 到了这个6月12号他在新加坡 不管怎样就是川普当然是主导权 原局啦可是起码就是好像很顺利的把东西弄好 他也跟这个世界最大国的一个领袖 一起签了一个东西 但是签的内容就是一个大问题 他虽然说的是这个草仙办的非核化啦 我有这个决心的等等 全部都很抽象 就全部都很抽象的意思说 他有这个决心 他没有说具体我要干嘛干嘛干嘛 那他有说什么我的这个要开始慢慢解除什么东西 那这个就有两个方向可以谈 一个就是说他没有说几月几号做什么 这个不具体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非核化的这个部分 他讲到朝鲜半岛非核化就有牵扯到南韩 朝鲜半岛他没有说朝鲜 朝鲜是只讲北韩 他讲朝鲜半岛整个的朝鲜半岛就有美国的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目前南韩没有核弹 就像台湾目前没有核弹 我们就整个发展世界的这个核武的发展上 台湾还比南韩要前面一点 我们还发展的比较多 我们还是被美国阻止的 那这个朝鲜半岛这个情形是 因为南韩是被阻止 可是北韩他一直他默默的在发展 他看到之前的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一开始他没什么好谈的 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有核弹就好谈 他也自己发展 所以这个北韩他讲的 我们这个非核是包括整个 那就表示说那美军到底要不要在 因为美军在这个的日子 就算就算那边所谓的按钮 他就算没有 他是可以用的 假如是有需要的 因为他是美军在有住在那边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危险的 我问一下就是他们可能会谈出什么 因为南韩有一些媒体是担心 因为之前蓬佩奥有讲过 他说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国民的安全 是最终目标 他们在猜测是不是这意味着是说 他主要的这次谈判的焦点是在 中际弹道飞弹 就只要你打不到我 你保留某个程度的核武 美国也就默认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对于南韩 对于日本都有很大的影响 有没有可能是达成这种 有限度的这种限核 而不是原来所讲的全面 不可逆的 然后是这个无条件的契合呢 好 那就像去年 他虽然说的是感觉上 我要非核话什么什么 讲的都非常好听 可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的 真的没有行动 你那个现在爆炸 我这边已经不做了 那都是没有用的 已经是没有用的 所以表面 他是做了表面 可是其实川普真的比较 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川普其实看得出来 金正恩这边是急的 文在寅也很急的 你知道那个文在寅去年到了欧洲 一直跟人家要 这个希望是说你帮忙北韩 这样子就是解除制裁 那甚至于去罗马那个教皇 他也帮他邀请 这个其实去年 我觉得这是文在寅的 我认为是 可能是他们认为 支持他的人觉得他好友善 为了这个韩半岛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败笔 因为你这样太明显是很急 等于是替北韩邀请教宗去访问北韩 对 可是这个其实是 是他急嘛 两边都很急 所以这个其实你急 川普就可以慢慢来 北韩现在为什么急 是不是金正恩现在真的已经把全部重心 放在经济上面 所以他希望国际的制裁要早一点能够解除呢 他经济上 他之前的那种他自己的掌权这个问题是因为已经一路下来 你也知道他杀的人是比起他爸爸比起他爷爷要多很多 所以他在这个自己要稳固在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做了很大很大的那种比较残忍的那种手段 那可是之后呢还是要有吃的 因为我认为他们的人民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看不到北韩有任何那种集体的抗议事件 我们从来没看过 媒体有没有报社议会是根本就没有听过 就没有听过有这种事情 那我认为他们是因为就是越来越多开始就说要开始放松一点点的放松 那一点点放松就是从平壤开始嘛 因为平壤是比较上流层的 就是所谓他的成分是比较好的人住在那边 那他们现在就是有比较多的经济活动 就是那种小贩 就是那种市场上的那个 他那个市集算是在北韩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曾经他有在掐住过就是我们不做这个 后来就是听说是很多抗议 他又在放手 就是他们有做过很多了 那还有你应该也听过 很多年前他们的这个货币要改革 结果没有成嘛 没有成就把那个人杀掉了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跟这个市场经济有关 就是说就有一点像以前的大陆的个体货这些 他们去做生意 那开始知道钱的滋味 人民就开始有他想要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那你没办法全面性的把那些人都不要了 这个就是因为你经济还是要有 虽然很多的还是 所以我认为还是跟经济是有关 但是他要全面性的 只要经济发展 我觉得是不会了 不过就是说他的地位要稳固的话 现在只有思想这方面的牵制 在十年二十年大概就不太有用了 所以他还是要做到比起他的爸爸 比起他的爷爷更厉害的地方是 我让大家都吃得饱 那吃得饱就是需要拉外资 然后拉外资我们就是要开放嘛 开放那这个开放是 一个就是我们内部本身就需要有地方可以让人家进来 就是那个钱要进来 不是我们的人出去 就是北韩的人不是出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内部的这个经济好的话 他的位置就会稳固 我认为金氏政权这个三代 我们常说富不过三代那种 他没有办法第四代出现吧 我认为不会 所以他在这个位置上想要稳固 目前只有这个政治或者是恐怖政治这样牵制 是没完没了的 这个没有办法真的成功 所以经济上要再重新要起来 因为我讲重新是因为1960年代北韩的经济 比南韩比台湾还要好那种 就是那个时代是他有这样 后来才是因为这个完全是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政治 才开始有这样子的变化 他们就越来越不好越来越不好 那现在就是经济开始要慢慢热起来 应该是不错 因为我对金正恩是并不是欣赏了 可是就是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思 因为他也想要坐稳这个位置 因为要不然 因为展守计划现在我看是没有了 这是以前展守计划那种 我们有听闻过 但是目前是看起来没有 可是他要在这里作文的话 就只有一个这个 那另外一个永和这个部分 他还是不会放弃 我不认为他会放弃 因为就像他里面谈的都是很模糊 所以说美国也是希望说 你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所谓的飞河是朝鲜末的飞河没错 可是我的东西都要没有 但是北韩的那个写法 他永和说的非常的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是 你不要常被他们的文字游戏被骗 就是他们很清楚 他们在写东西的时候写得好像很详细 一二三四就是实想写得很详细 对方看了都很满意 可是到了后来你回头再跟你说 这个是怎样 这个是怎样 他解释就完全不一样 就有点像是各自表述 各自表述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讲的朝鲜半岛是你也要出去 是类似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我要这个飞河 这个飞河他意思就是怎么样 你要先承认我是永和的 但是国际上是不愿意去承认他是永和 就是曾经是永和 然后就飞掉的这个国家有几个 就是说像乌克兰其实是其中一个 那乌克兰很大 那个规模非常的大 但是为了他国家的生存 这个那个时候是美俄两个一起联合起来 希望你这个都东西都除掉 他就把东西都搬到俄罗斯去 然后就是再去做解决 就像类似那样子 那个次人家承认你永和 然后再来飞掉 我给你非常多补偿 那现在就是北韩金正恩的算盘 就是打这个 你承认我是永和 然后你给我先给我很多钱 那我就再说吧这样子 那因为他基数都已经有了 那这个东西好了我不发展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藏在哪里 因为他到现在还是不给你名单 我觉得这个才是危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大概要谈的是 起码这个比较具体的 因为美国方面也是一直在提醒川普 就是目前看起来是川普比较占上风 那但是就是说 你如果跟金正恩在谈这个的时候 你如果再不把具体的东西谈出来的话 你等着这次谈个没谈一样 也就是说你这一次如果再没有具体 等于你是失败 上次人家都觉得你是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他选举上也是有占好处 今天非常谢谢白小姐跟我们来谈 这个一个是这个意大利的代办 叛逃另外一个是最新的 这个美国跟朝鲜之间的高峰会的情况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见